主要是這條線 這條線是18公分 這裡是新鮮的線 這條線是18公分 所以我們在裡面畫一條線 我們在裝很多 為什麼要裝一條線? 因為我們在做科學實驗的時候 不是隨便調一點點 你看同樣的水 這樣子的濁度跟這麼深的濁度 會不會一樣 這麼深裡面是不是有很多雜質 一定是沒有辦法看穿 這麼淺一定是比較清澈 感覺比較清澈 沒有錯吧 所以就叫統一 所以我們的統一就是這麼高 統子可以有的用這個 有的用那個大水桶嗎? 當然不行 固定 就是統子要是這種 有沒有看過那葫蘆的? 可以這樣子嗎? 也不行喔 不能那種 還有有沒有看過這種形狀的 這種形狀的 這種形狀都有 但是一定要用這種 一個圓桶狀的 這是規定的 來看一下裡面什麼色的 裡面牆壁什麼色? 裡面牆壁什麼色? 白色 為什麼要白色? 所以白色才看得出來 我們的水乾不乾淨 因為你現在測水汁 水汁最重要是什麼? 要乾淨對不對? 如果不乾淨誰敢餓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那你看我們 這邊再註習一下 這個是多少? 零 那這個呢? 四十 哪一個最乾淨? 四十 所以我們濁度要越多越好 還是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濁 那個濁就是滾濁 就是圖蘆 裡面雜質多的程度 所以濁度越少 裡面都沒有雜質是最好的 這樣看這種 這個我們常用 來 那旁邊你看還有兩個 我們還有兩個 這個叫什麼? 泥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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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裡面可以裝多少氧氣啊? 你會去考慮水裡面可以裝多少氧氣嗎? 溶是溶結的溶,氧是氧氣的氧,量就是溶質量的量 那溶氧量它是要告訴你什麼意思 我們說這個水的有多少溶氧量它是告訴你什麼意思 再加上,就要拆 就你認識的、聽過的電視上看到就拆 現在不要都不敢猜 龍什麼? 龍化水裡面的氧 龍結 這個龍化是那個,一個橫,一個頭 那我現在龍是三點水,一個頭 就是龍子龍,龍子龍改成水腹的那個龍 所以那個龍是什麼意思? 龍結在水裡面的 所以龍氧量是什麼意思? 龍結,就是我們水裡面有多少氧氣 這個氧氣要幹嘛? 讓氧到魚 這邊只有魚而已嗎? 生物,不要整個洞要做魚,只有魚嗎? 就給我做一個蝦子 只有蝦子嗎?叫哪個螃蟹? 植物都會 讓生物,我都已經說了,還叫烏龜 生物有沒有包含所有的東西 包括魚、蝦、烏龜、螃蟹 你想得到的會活的 因為植物是活的 也是活的對不對? 讓這些生物可以活下去 養 請問我們生物,生物,生長,生存 要不要養氣? 要嗎? 所以那個就是龍氧量 懂了嗎? 所以龍也在水裡面的養氣的量 叫做龍氧量 懂了嗎? 那我問你,龍氧量越多越好 還是越少越好? 濁度我們剛才說要越少越好對不對? 因為濁度是穩濁嘛 穩濁的程度 當然我們不使用太穩濁 那請問龍氧,我們使用龍的氧氣多還是少? 生物叫氧氣,不是嗎? 就這麼簡單 就像是空氣中 空氣裡面我們叫做含氧量 它在水裡面叫做龍氧量 因為水氣還不厲害對不對? 空氣、氧氣是液 氣態,要把它揉在水 空氣中有需要龍嗎? 不用啊 因為空氣就是空氣也是氣 氧氣也是氣氧,那就叫含氧量 這樣分得清楚了嗎? 所以溶氧量是溶在水裡面 含氧量是在空氣中 那你剛才說的 你希望氏還是希望發? 來 你這樣也希望多一點 比較好的 因為這樣氧氣才充足 不過氏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氧氣吸水了 裡面的生物都吸水了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嗎? 來第2個,這個叫什麼? 麵 P-H P-H P-H叫什麼? 哪一天哪一隻小類有上去量P-H啊 都忘記了 P-H P-H P-H是什麼? 叫做酸鹼度 酸鹼度 酸鹼度 酸性跟鹼性的程度 對不對? 對 那你猜看看你喝的那個水是什麼? 鹼性 鹼性 因為新聞都跟你說鹼性水對不對? 對不對 酸性 你都要喝檸檬嗎? 到底鹼性還是酸性? 鹼性 鹼性 酸性 你喝的叫做中性 你喝的水都叫中性 你喝的如果酸性 會灼傷你的喉嚨 鹼性 也會灼傷你的喉嚨 當然越酸會越減膀 傷害越嚴重 可是不說過先忍受鹽酸鹽 欸胖了便便上面會怎樣? 怕怕怕怕怕 因為它在清洗很大便 同樣你如果鹽性把喝到喉嚨裡面 所以你會活的開始 磨磨磨磨磨 它在欺死你的活龍 那你的口水是酸的嗎? 酸性會怎麼? 因為你的嘴巴到超深的 所以你的嘴巴是酸性 肯定你的嘴巴什麼性的? 口水什麼性? 酸性會怎麼? 因為沒有刷牙 肉髮酸 你的嘴巴什麼性? 猜不要給我 不知道 也只有兩個答案讓你猜 三個答案你還怎麼說不知道 中性不可能 酸性 你的嘴巴也酸性 因為你的嘴巴會分泌脫液 脫液我去呢 我去呢就是脫液 不想要酸性 讓你吃的食物稍微做出一點 那就脫液了 好嘴巴進去到你的 這裡有個胃對不對 胃喔 胃酸 聽到胃酸 什麼性? 不想要脫液 人家酸性 人家就胃酸 從左你的鼻孔 他就不血 外面那個飲料 吃完會讓你的身體會變酸性 你容易脫液 你容易疲倦 還細胞容易在你身上 吃什麼 你會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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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阿滋桃摸 什麼時候搬到 對啊 最近很多人在開山蜜石 好 來 那我們要怎麼測這個呢 注意看喔 沒有很難 很簡單 我們這裡有兩個瓶子 好 先看藥丸 這個叫做 deserved option 農氧 你們看到前面的第一個字 英文字是什麼 D-O- 氧氣的原子 它叫做O-氧氣 它是滾 氫氣氧氣 二氧化它是優附 非常多 非常多要被的 這個叫做PH 來 那你看一下 我這裡有兩個不一樣的包裝 你猜哪一個是 農氧量 哪一個是P-H 沒有農氧 這是P-H 這是農氧量 這是農氧量 你怎麼知道 上面都有寫 你都還看不懂 我這裡也要去檢查眼睛了 對不對 哪一個是農氧量 看到D-O嗎 有沒有看到 D-O 我看你喔 哪一個是PH 這個叫做PH 我看你裡面有些P-H 有些是W-R 就W-A-E W-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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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UNK-EI-LU K-LUNK-EILE 跟我們世界溝通 K-LUNK-E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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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不懂 聽不懂 什麼都不懂 發燒一次 全國的器官 五官全都關起來 美國的一個很厲害的 多重障礙的 多重障礙 他两岁就这样子的,他完全不知道外界的声音 他完全不知道,看家里还有你黑面皮肉,你很不专心耶 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外界摸摸,你不要再说什么唇语啊,摸他啊,且字啊,两岁你是认识什么字 对不对,所以教他难不难,非常难他那个老师叫他各种有办法点字 他每天在摸,我现在在家里点睛臂甲让你全面摸的东西,你知道我要把什么摸的 你绝对不知道对不对,还没跑到这样,突然有一天他老师突然用了各种方法,我真的很失望 很挫折,因为他都感到没有,那也真的是很比较的,特殊 那突然有一天他就去外面跑出去又很伤心,是跑出去之后突然跌倒了,他碰到一个东西吃了 你都知道水是什么,对不对,他当然不知道 他还去碰到一个东西,他摸起来有一点凉凉的东西,他老师怎么会把这个东西 让他跟另外一个,两个,摸这个之后去摸这个 他动作就这样,原来老师跟他说,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他摸到的水这个东西,眼睛闭起来摸到这个东西之后就是水 我都听不到哦,没办法说,没办法说,没办法发问也没办法,老师没办法跟他沟通哦 完全是统必在用,他终于去问,第一个字叫做瓦克 他都没有看出,都没有看出,都没有看出其他管 那这是什么的情况,外面好像这么看起来 好啦,那怎么用呢? 这管是什么? 这管,谢谢你这个管 这管就是塑胶管 塑胶管的项内就是很美化,就是很美化的项目 可以这样的,外面跟他终于关頭的项目 所以要小心 这管就是咱们 这管就是咱们 也叫管子,错了,其实就不在类我 管子是一管通的,这管有管有尖的 这管就是 cito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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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